大家好,我是小花 證明的你們一定已經看到我剪短了頭髮 還越剪越短 沒辦法剪頭髮真的會上癮 不過剪完之後 我發現有很多短頭髮的女生 都紛紛去DM我 大部份的問題都是問 剪完短頭髮 但又不知怎樣射好 好悶呀 其實若我會弄的話 短頭髮都可以有很多變化 髮型師幫我剪這個 就是叫做2-way音 即是又可以1-ink 亦都可以有前音 任你選擇 先噴濕一點 然後用吹風機吹音出來 我們今次整條片都會用直髮夾 弄走除了音的其他頭髮 塞一塞住它又或者夾著它 用直髮夾輕輕夾彎我們的音 旁邊這兩條我就會用直髮夾 向後拉一拉 形成一個這樣的curve 看上去臉會瘦很多 兩邊都是一樣 然後就到頂了 想臉看上去瘦一點 這個小貼士就一定要學了 我們可以將一邊的頭髮 移去另外一邊 見不見到 不用直髮夾 都可以有漲漲漲的感覺 整個人就會拉高了 整個面形就會拉高了 喜歡的都可以再拿直髮夾 輕輕地拉一拉它 讓它更加固定 然後再拿我們的直髮夾 將我們兩邊的髮尾 捲到撩起 然後其他位置就可以用我們的直髮夾 很隨意地周圍捲 這一箱就是我最近非常喜歡用的髮蠟 手心揉一揉熱 然後整個頭輕輕地揉一揉 你會見到整個頭的線條就已經出來了 第二個更加簡單 我們可以將一邊的頭髮 一直捲邊 捲到差不多耳朵的後面 捲邊這家東西就真的要連接 然後再用髮夾固定它 喜歡的可以夾多幾個不同顏色 用來點綴一下 最後再輕輕地拉一點頭髮出來 讓它鬆鬆地 看上去沒有那麼死板 其實都是在另外一邊 就可以再捲多一條 喜歡的兩邊這樣捲 感覺會好青春的 OK 都是一樣捲到耳朵的後面 再拿個夾固定它 然後再拿手指 將這一邊的捲邊 搖鬆少少 兩邊一起捲是不是很斯敏呢 第三個 跟第一個一樣 在頂的位置 撥另外一邊的頭髮去另外一邊 至於喜歡哪邊就自己選了 然後抽一束頭髮出來 一直捲邊捲到最後 今次就不用沾其他頭髮進去 然後就把它放在耳朵後面 一分鐘都不用 又搞定一個 想簡單單單有些細節位的話 這個髮型都會很適合的 下一個 都是一樣先塗了髮蠟 然後 用我們手的溫度 和髮蠟 都放在頭髮上面 現在看上去好像有點亂 但到最後只要出動一把梳 我自己用的是Dyson的吹風機 上面其中一個頭 有很多日本的女生 你會見到前音好像一支支 但又不會太黏 又好像很整齊 其實就是用我們髮蠟之後 再用一個梳去整齊它 就會有那種濕濕的 但又整齊的感覺 將我們頭的兩邊 壓得貼貼伏伏 再加一隻夾 又多個髮蠟 下一個 如果你沒有前音 又或者你不喜歡前音 都可以 將頭髮分成這個 八二 九一分解 至於哪一邊都是自己決定 狠狠地將它們放在一邊 手上都是要有少少髮蠟 然後將頭髮 撥向偏前的位置 就會形成一個長長的音 喜歡的也可以加隻髮 不喜歡的話 就這樣噴一下spray 就可以出得去 第六個 這個髮型無論有陰 又或者沒有陰 都可以 輕輕捲一捲我們旁邊的頭髮之後 我們就拿頭頂的一側頭髮 由前面開始 拌到後面 過程都是一路沾 旁邊的頭髮進去 一路拌 到最後只需要在後面橡筋位置 夾一隻你喜歡的夾 然後再用手指 將上面的頭髮 輕輕調整一下 其實短頭髮都可以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變化 只要花一點點心機 或者少許時間 那就天天都可以有些不同 搞定了 我現在出街了 我們Miri Facebook Instagram見 拜拜